猫咪猫咪不要跑 不要跑不要跑 南瓜哥哥不是坏人 让我摸一下 来来来来来 来呀宝贝 来 哎好兄弟们 达成进度 永恒的伙伴 我们终于有了一只猫 但是一只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一只啊 有两只猫 它们就可以繁殖了 本来是准备去别的村庄找我家的 没想到我家刷了一只猫 那么我就再等一会儿吧 再等一只就够了 省得我们来回跑 先睡觉 之前我们家的猫有很多 现在居然一个都找不到 只有一个 哎猫咪 你的兄弟姐妹在不在 帮我叫一下呗 哎好不好好不好 哎又看到一个 好好好 别跑猫咪 来给你吃鱼干 来来来 鱼干 你最爱吃的鱼干 来呀哥哥 来来 好 又又圈养了一个猫咪 那现在有两只的话 它们就可以繁殖了 来和我走 带你去见一个大宝贝 哎好了好了 开始吧 来吧来吧 哎 哎好 达成进度 我从哪里来 有一只小猫了 兄弟们 这个小猫出生的话 应该是被驯服的状态 它还差 一会儿就能长大了 那我就可以先做火药塔了 这两只猫咪 这个白色的挺好看 这个花色的 感觉颜色有点太多 不太美观啊 我还是喜欢这个白的 哎好了 既然有了猫咪 我们就要去做火药塔了 做火药塔需要用到 大量的原石 还有木头 不过这些东西 我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还有沙子 还有羊毛 好的 我们去找一片 风水宝地 开始建造火药塔 建造火药塔的话 必须要建在海里边啊 因为海里边的刷怪 是比较少的 如果建在陆地的话 是刷怪效率是特别低的 我们来找一片 周围看不到陆地的海鱼 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边应该就可以 周围好像是没有陆地的 我们先放一个 放一个方块啊 把它放上去 OK 旁边应该是没有陆地的 那好 我们就把火药塔 建在这个地方 首先呢 我们需要围一个 16x13的框架啊 用什么方块都可以 但是我为了美观啊 我们全部都用原石吧 好的 16x13的框架 这边是16啊 这边是13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控五格 然后开始挖 12345 然后这边挖六格就可以了 跳过去挖六格啊 一共是六格 哎呦 这个鼠方块 眼睛都要鼠瞎了 我们换一下残试包吧 黑山大叔的护眼大捕文啊 这样看的话 特别的清晰啊 每一个方块的纹理 都特别的清楚啊 12345 然后挖六格 挖好之后呢 我们摆一个造型啊 两边都是一样的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 这边全部都补全 中间的两格需要控一下啊 这边我们要做收集 所以不需要填 平台铺好之后 我们向上搭三格 一直把它围起来 其实两格就够了 但是我们这个平台 好像是低了一格 所以我们这边加高一格 好的 那我们这个平台的整体 还需要向上加高一格啊 这边还需要加宽一下啊 我们中间留三格就可以了 两边都需要加宽 哎 这边也加一下 好的 中间留下了三格 然后我们将活板们 放在这四个角落 这个放错了 把这个拆一下 放在四个角落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来放些羊毛地毯啊 隔两格 放一个羊毛地毯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呢 是为了防止刷蜘蛛的 OK 放好之后 后边也放一个 这个地方呢 是用来放小猫咪的 对面也是一样啊 然后我们还需要用到 大量的活板们 把这个顶给它封一下 封了顶之后 它的高度应该是1.75格 只能刷苦力怕 像小白 僵尸 还有女巫什么的 都是无法刷新的 好的 做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收集系统 我们先跳下来 这边呢 我们向下拓展三格 拓展三格之后 我们向外延伸七格 延伸七格之后 我们到达这个方块的底部 还要再延伸八格 延伸到第八格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收集系统了 用漏斗连接箱子就可以了 像在这个通道里边 有很多的水啊 所以我们需要用石头 把这个通道围起来 围起来之后呢 我们用沙子 把所有的水分都给它吸干 好的 已经围起来了 我们在这边放些沙子 然后呢 把这个沙子铲掉就可以了 OK 就是这样 直接铲掉 里边的水就没有了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啊 把所有的水都吸干紧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终于搞定了 一滴水都没有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打热桶水 把水倒在这个镜头 OK 把水倒在这边 另一边也需要水啊 然后呢 苦力啪刷刷新之后 就会沿着这个水流冲到这边 我们需要烧一些玻璃 然后制作一些引火 把引火放在漏斗上边 然后呢 用玻璃围一下 苦力啪被水流冲下来之后 会掉到引火上边 然后呢 它就会被烫死 这就是一个收集装置 好的 全部搞定 我们把这些东西带一下 然后回家把猫咪带过来 这边还有只猫 来驯服一下 哎 好的 驯服了 好的好的 和我走 我们走的时候不要飞的太快啊 如果飞的太快 小猫咪可能跟不上我们 走吧 来 我们走 走一会儿 等一会儿 哎 过来了吧 如果我们的火药塔 距离陆地比较远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模拟距离 拉到最大 这样的话猫咪是会跟过来的 我们这个距离并不是很远啊 它绝对是可以过来的 哎 你看 来了吧 来 坐下坐下 先坐下 然后我们一边一个啊 给我进去 进去 进去 来来来 再来一点 哎 好了 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另一个也一样啊 用这种方法把它放进去 OK 另一只猫咪已经就位 为什么要放猫咪呢 兄弟们 因为苦力怕特别的害怕猫咪 只要看到猫咪 它就会逃 然后呢 就会掉进火板门陷阱里边 被水流冲下去 就是这么个原理 其实现在呢 我们这个火药塔 已经是完工了 只不过是第一层啊 如果 只要一层的话 现在就已经完工了 封一个顶就可以了 用搬砖 但是呢 我觉得一层的效率 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需要多做几层 我们就继续加高一点 那下面的过程 给大家跳过吧 好的 兄弟们 我们的火药塔 一共建造了三层 现在已经完工了 我们现在可以出去看一下 不过这边有萤火 还有玻璃 我们先把它敲掉吧 我们需要出去啊 因为我们刚才下去 把火把给它熄灭了 好的 把这边的玻璃补一下 我们出去看一下 哦对了 还有一些比较容易 刷怪的地方啊 我们已经全部都铺上了地毯 哇 这个三层火药塔 为什么感觉这么小呀 那现在的话 我们需要去 做一个挂机平台 我们就从这个平台啊 一直向上搭个 一百格左右 就差不多了 搞定收工 兄弟们 大功告成了 哇 从上边看地下 好像一个地球呀 像不像啊兄弟们 我们现在可以下去 看一下这个刷怪效率 怎么样 嘿嘿 兄弟们 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效率 还是不错的 是吧 这么多苦力怕 那好了兄弟们 我们这个火药塔 也大功告成了 下一期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正式收集生物了 那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